今天找你們來的就是 最主要是我跟郭老闆 已經是三十幾年的交情 他受到很多委屈 所以必須要把你投入的這些念念 供出所有社會的知道 我想請郭董 先講講內心的感受 好不好 那麼真的非常感謝現場的媒體朋友 真的打擾你們 那硬化製作從民國七十五年成立到現在 已經有三十年了 那原來是好像是一個台灣的電視史 公司已經推出過很多快智聯口的節目 也可以說我們跟華視擁有深厚的交情 我們為華視製作了叫好又叫做節目 像鑽石舞台 金曲龍虎榜 百戰百勝 TV三千這個快樂星期天 讓華視得到了綜藝王頭的能力 和華視看清生命共同體 此次華視要求諸葛亮來主持 讓硬化成至華視天王豬哥縣 我們深感榮幸 我們一直盡心盡力 也將華視 進了八年的冷罩 從零點幾的收視率 炒到三甚至到四 那節目開播一年半以來 硬化虧損已經進了千萬 虧損已經進千萬 我們都默默的能受 毫無怨言 五月底 華視突然以合約到齊 毫無預期 停播節目 並將華視台內的捆施 華視的台內損失 怪罪與華視天王豬哥縣 本節目尚有十幾存檔 華視卻離死坎天 造成硬化加倍損失 那我今天是對於合約到齊 節目還有十幾存量 我們做一個說明 十月初我親自到華視 告知華視 是我們的合約到齊 而且節目有存檔 已經可以逐到 這個合約到的播出日 那是我要繼續錄影 華視高層明確給我指示 繼續錄影 因為豬哥倆 五月六月要拍電影 陳雅蘭七月八月要 歌仔戲公演 我避免開天窗 邀請 硬化大量 錄製成黨 那如果沒有華視 默許節目繼續 要錄他們怎麼可以 讓我開棚 進棚錄影呢 後續 英化跟華視 在協商 後續續播的合約事情 結果華視 一再拖延 五月五月底 突然得知 節目被停播 致死硬化 嚴重虧死近兩千萬 本公司 承接華視天王 諸葛秀以來 投入大量 人力跟財力 在華視 沒有硬體 沒有設備 沒有藝人的情況之下 我們公司還是用最高的規格 來做到節目 運用硬化三十人的資源 來廣邀來賓 華視這個時候斷難停這個節目 不但抹殺所有工作人員的努力 讓硬化面臨到空前的經營危機 我坦白的告訴在座的記者 今天我不顧工作人員的清水 請問他們怎麼生活呢 如果叫硬化公司承擔這麼大的虧損 我公司實在經營不下去 現在台灣的 人產嚴重外流 我們公司還在默默 為台灣的影世界在努力 在打拚 現在 這麼大的公司 台灣自購公司 已經沒有幾家了 四位 華視這樣貴待一話 你們疑心何人 這讓我身為真銀者的我 又 五十幾年 我自從當08年當選立委之後 其實我在立法院也提了很多方案 就是有關我們台灣的演藝事業的發展 其實想想在我們那個年代 台灣是演藝事業是領頭羊 到目前為止 是東南亞包括中國韓國 甚至連印度都輸給他們 我們是最後一名 那我也曾經多次跟小英主席提過這個問題 我跟他講 其實我國家重視這個演藝事業 他可以帶動非常多的周邊的這個東西 可以帶動周邊的經濟 你就拿韓國為例 那我也寫了很多這個企劃 有交給這個小英主席 小英主席應該會交代交易部 還有相關的單位來去處理這些事情 那這次硬化這個事情 後來我才了解 因為之前我不曉得 為什麼 他這個豬哥亮的節目不然停掉 本身也覺得蠻可惜的 後來我才了解到說 原來是 核約雖然已經到齊了 但是你華視你必須要 要終止核約你就必須要跟這個硬化 跟他講 你我們錄到什麼時候 核約終止了 他非但沒有這樣講 他是叫他繼續的進棚錄影 那既然你進棚錄影就是 可以你可以繼續啦 所以硬化就進棚錄影錄了17集 那其實他們一集多少錢 100 製作為145 145 其實他們要花的錢是蠻多的 他們剛剛也講是幾乎做他的節目 是都沒有賺錢的 台灣的尤其是獨立製作公司 其實現在每個人都是咬著牙硬撐人 因為製作費都非常的低 你想想看 光是一個主持人拿了就多少錢 剩下的人能有多少經費來做這個節目 你說這個節目能做得好嗎 所以像這些問題是國家必須要正式的問題 我很多次我都跟小英主席提過說 這個問題必須要正式 以前不管任何一個政府 從來沒有一個政府是正式演藝圈這一塊 那我希望這一次發生這個問題 尤其華市 華市是屬於國家機關的 它是一個正式國家機關的 你非但沒有去幫助這些獨立製作人 來發展這個演藝事業 反而要打壓這些獨立製作人 我想郭老闆在這個演藝圈這麼久了 它其實對我們台灣的演藝事業是貢獻很多的 你不能把它打壓到現在 連薪水都快發不出來了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希望這個問題最好是我們華市的王總經理自己出來解決 或者是我們政府新政府有關相關的單位 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也希望他們能有什麼樣的方法提出來 然後去對這個問題來提出解決 當然新政府才剛剛上路沒多久 那我會 我既然在演藝圈這麼久 五十多年了 我會盡我的權力 讓這個新政府把演藝圈在最低潮的時候 能夠把它帶動 希望新政府能聽到這些話 能解決目前很多演藝圈的困難 那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媒體記者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也可以提問好不好 謝謝 我們的問號就是那個時候 朱大哥知道說最後這時 怎麼有辦法活出的時候 所以朱大哥 問一下我們就是朱大哥知道這個時 怎麼有辦法活出的時候 他那時候得反應 因為相信你跟朱大哥都是貴子嗎 是我想 這是一個身為一個製作人的悲哀 我身為一個硬化的負責人 居然跟華視的總經理 跟朱大哥毫無對話 沒辦法對話 都是被告知的情況之下 我想我在這 硬化在這製作是三四年來 有什麼事情應該是總經理朱大哥來跟我談 我根本沒有對話的空間 所以我根本也不知道 朱大哥他的感覺怎麼樣 確實是不知道他們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 朱大哥應該也要站出來 為他自己本身的利益 對不對 他一級也有 81萬的主持費 那你如果這個十幾級 你沒有多的話 你自己不是也損失嗎 我覺得他也應該要站出來 我希望他也有這個勇氣站出來 現在這個十幾的部分 還有空間可以播出嗎 或者是可以開別台嗎 我想是這樣 我想 播出 因為我們朱哥亮的整個要錄影的內容 是華視看過的 甚至朱哥亮都看過的節目 我們邀請都是經過華視跟朱哥亮 因為這個還是華視天網出的秀嘛 然後除了大家靠來OK以後 我們再錄 所以基本上這十幾節目 確實是沒有問題 那自己到北台坡 我並沒有這麼想法 我覺得今天華視跟裡面沒有 我剛剛講的 心裡最 感覺到最悲哀的 居然一個硬化三十幾年的一個公司 連負責人都沒辦法見面 毫無溝通的管道 我們都被告知告知告知 這是 從報紙裡面才知道我們被停了 這也是我們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未來這十幾何去何從 剛剛請問你是誰 希望你們繼續錄 我想 從 我剛剛講的很清楚 華視高雄從今年以上 每個人都知道 那我想 今天非常清楚 這個一個禮拜天八點檔 搜尋華視最高的節目 合約到期 要不要錄 我想 應該是從經理到總經理上 通通都知道 而且確實 因為節目部最代表華視他叫錄 我們一定要遵照錄 而且怕開天說 這個節目開天說是個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站在硬化的製作角 我們就是一個很弱勢 他們叫完我們必須要錄 不可能不錄 郭大哥想跟你講 其實跟合約大哥合作這一年半來 就是合作的感覺怎樣 是一直都沒有退上 還是其實前半段 還算是蠻OK 蠻開心的 不是這樣 在英化整個編制上 因為英化在你做的節目也蠻多的 那英化所有的聘請的人 都是專業人員 像我們的製作人 這是華視天婉的豬哥秀 從我們黃毓森總經理 那在英化二十幾年 做過五次的節目 那這次華視天婉豬哥秀的製作人 是黃淑宇跟蔡文豐 哈峰 那他從這個中式萬秀豬王的時候 就一直合作到現在 所以幾乎他們跟豬哥量 豬大哥的地方比較多 我是說三個沒什麼 但是我跟他幾乎都是用問安的角色比較多一點 所以豬大哥跟電話公司的互動其實都也算蠻好 都非常好 我想可以問豬大哥 他跟我們的製作人 是把他看 看得像他女兒一樣 所以蘇宇 我們黃蘇宇在後面 他是把他當作一個女兒一樣 而且我們做這個節目 確實是 我很心疼我們的員工 幾乎整個團隊是 每個禮拜都沒有休息 每個禮拜都真的沒有休息 我們真的很心疼我們的員工 這個現場來賓還要花很多的演員 那還要寫句點 短句要寫句點 所以這個節目 確實是 讓我們公司是不免不惜在受這樣的檢驗 我們各位報告 我覺得華視內部其實有很多問題 這個 華視是屬於公廣集團 那他其實每年都有固定的這個 多費用下來 那目前呢 華視裡頭的機器幾乎都是舊的 從來沒有喚醒過 光一個攝影棚 像我現在我的節目也是都在華視路 那個冷氣啊 是叫東涼夏暖 是夏天是熱的半死 然後呢 這個東天是冷的半死 我覺得這裡頭其實 像國營的這個單位啊 這個問題其實也要去注重 該換的 該增加的新的這個機器 很多 據我了解 通通是舊的 剪接也不能剪接 剪接也是要從 打到外頭剪接 連一個電視台 連剪接都沒有辦法剪接 你想想看 這個電視台裡頭有多少 常溫啊 勾合的地方 所以 新政府上來 我想 應該必須要檢討的 就要檢討 還是注重的 就要去注重 這不是救火的問題 這是我呼籲新政府 必須要重視這些問題 在演藝圈圈來講 這就是 這就是 這就是國家的共共財 那你既然去當一個這個 負責人 就必須要去重視這些東西 要不然怎麼能進步呢 要不然不能進步啊 你像 不要說我們演藝圈 其他很多國營單位 一樣嘛 很多這種 裡頭的問題太多了 這都必須要去整肅 所以我希望我們新政府 對這一塊 這只是 只是我們演藝圈裡頭 一點點 小小的一點點 這種 這種小問題 其實大家都沒有去 特別去注意 我呼籲新政府 關於這方面 必須要好好的 去 了解 對於大哥有機會入主法事嗎 目前還沒有談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現在是新北 這個 新北的這個 主委 是 之前就有規定了 黨政軍 退出媒體 所以 還沒有這個打算 郭大哥 現在有打算要 對付工廠 內心總是也蠻爽的 這樣子 嗯 我們也不排除 聽華社的反應 我聽華社怎麼回應這樣的問題 還有問題嗎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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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